啊 吸血鬼是真的存在的吗 这个吸血鬼哦 它是慢慢吸的 它不会一次过吸完你的血的 在大家周围 所以大家要小心 因为它会吸干你的血 而且除了你的血 还会吸干你的能量啊 你的财 你的人缘 你的所有东西 你的时间 你全部 全部东西它都会吸啦 就对了 吸到你刚刚也有经验掉 变态吸血鬼 对 它是那种变态心理的 吸血鬼就会怕爽 对 咖喱 吸血鬼不会想到它这里是吸血鬼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这一山满谈的杜演龙秀 我是文白 我是伊尹罗 我是马尚布 萨门 那今天呢 我们要讲一个很期待的话题 就是吸血鬼 吸血鬼 对 吸血鬼 为什么呢 很多人想 吸血鬼是真的存在的吗 是真的有吸血鬼的吗 这个吸血鬼不是在电视而已的吗 是吧 你讲到吸血鬼 我都想到那种 西方国家电视电影拍的 对 是不是只有在电影看过 这个吸血鬼 那其实呢 我要跟你们说 我们领界 我们巫师里面呢 是有吸血鬼的 但是跟你们电视上看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吸血鬼 这个吸血鬼呢 对 它有分 那这个吸血鬼呢 我们叫它Vampire 但是我们不叫它Blood Vampire 我们会叫它Energy Vampire 就是能量吸血鬼 OK 那这个真的是有记载哦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 它也不是一个灵 它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 你可以讲它是灵 或者是你可以讲它是人 但是只要它有这样子的特性 都可以叫它为 一个能量吸血鬼 那这个能量吸血鬼呢 我们所谓物质里面的吸血鬼呢 这个东西啊 这个 人或者这个吸血鬼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吸你的血 但是它吸你的血 我们人体除了血 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血 我们的元气嘛 对不对 那你们看到很像 比如说古代戏有没有 啊 那个腰 吸它的那个什么 阳气出来 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吸血鬼就很像 而且可能你的身边都很多 为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遇过啊 有一些人哦 就是你跟他接触了过后 他就死死打压你 或者是他会吸完你的能量 或者是你跟他一起 你就很累了 对 可能你的男朋友啊 之类的 你就跟他很累 或者是可能 你的父母啊 有时候东西啊 你可能跟他讲话 你很累了 对不对 或者是你的亲戚啊 姨妈姑娘 就是要压你啊 之类的 以各种方式 那其实这个吸血鬼呢 做么他们会这样子做 那是 他的这个基本啊 通常啊 这个吸血鬼 通常他是 自己心里有问题的 就比如说 可能他有一些不甘心的东西 就可能说 可能他看到你有成功 他不喜欢 对不对 或者是可能他看到你是快乐的人 他不喜欢 反正 这些正能量的东西 他就不喜欢在你的身上发生就对了 所以这种呢 就是专门吸你的能量 对对对 他不就是吸你的血 但是吸你的能量 对 然后弄到你 可能很累啊 对 或者很 Betcher 这样子 对 但是呢 这个吸血鬼 他的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不愉快的东西就对了 因为他生活啊 有很多的不满足跟负能量 所以他每一 每当啊 看到你们啊 或者是看到其他人 有这种正能量的时候 他就要去压去打去爆他们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讲是酸民 OK 有些很像网络很多嘛 酸民嘛 对不对 那你们看酸民很多是什么 没有放他们自己的脸上去的 对不对 或者是可能就是为了讲而讲啊 讲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遇到那些同事的这些小人嘛 对不对 对 在公司上面 哇 这个人一直抢啊 之类之类啊 你跟他一起做工很累就对了啊 然后你要求神拜佛 啊哈 上天 老天爷 不要给我跟到他一起合作啦 这种我知道 有时候你遇到这种在办公室啦 对啊 哇 让他每个早上起来要上班 哎呦 又上班 哇 还没有到就已经很累了 对 只要看到他的脸就很累 就想到他就很累了 那种 或者是呢 可能有一些甚至上啊 他会更危险的弄到你什么 会弄到你流眼泪啊 伤心啊之类的 或者是朋友方面啊 或者是那种 呃 他来了 他不是真心跟你做朋友 他就是为了打垮你的 就可能 呃 他来 他不以为意 他来 然后 你付出的所有东西 他就一直打压你 打压你 然后久了 哦 跟你们讲 这个吸血鬼哦 他是慢慢吸的 他不会一次过吸完 你要吸的 那个不叫吸血鬼 那个叫坏人 maybe 哈哈 OK 但是呢 OK 比如说 OK 这个今天有一个坏人来打抢你 打抢完 所以你 家破人亡 那个不叫吸血鬼 所谓的吸血鬼 他会引你 OK 他会引你 然后呢 慢慢慢慢吸干你的血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 为什么呢 就很像比如说 呃 朋友们嘛 对不对 朋友们 OK 你可能跟一群朋友一起 然后呢 你就会感觉到 诶 一切都很好 但是不懂为什么 像 你每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 你会慢慢 感觉自己没有自信啊 慢慢慢慢 诶 我今天 我本来出去的时候 我很自信 我觉得我很美 但是我今天 给他讲 我的眼睛不漂亮 诶 我是不是真的眼睛不漂亮 诶 我今天又被讲鼻子不漂亮 诶 我今天口红又没有涂好 诶 我今天穿到很丑啊 之类的 然后呢 他就一直弄到打压你 然后弄到你感觉自己怀疑自己 对不对 那很多啊 就是像 比如说我们今天 OK 比如说 啊 你应该要穿这样子这样子 你应该画这样子的装 这样子才适合你 然后第二次你跟他出去的时候 你讲 诶 这样子美吗 我跟着你的要求了 然后就讲 诶 很老土啊 很丑啊 但是你是跟着他的东西了 对不对 还有一种谢谢鬼 我知道的 对 他的能量很高 对 哇 他你遇到 你可能去party 还是去哪里 对 哇 他很多话讲的 很高的 然后就是一直要你的attention 对 要所有人的attention 对 然后他不停的 对 然后你就感觉你整个energy drain掉了 对 就很累 他就吸吸吸吸吸 对 所以啊 这种人啊 他们要用吸人家的能量 或者是吸人家的快乐 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心理 所以其实啊 通常这种能量吸血鬼 他们都是在生活上 不是很愉快的人来的 所以是很恐怖 但是呢 你又没有办法避免他 因为大家 我相信看观众 观众们 大家看着这个影片 你们一定有遇到 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啊 你的脑都已经开始想了几个名单了 你不要在那边 骗我讲没有没有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你想一下 我知道你讲谁 对对对 这个人 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他 对对对 原来他是吸血鬼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很累的哦 这种能量吸血鬼真的很累 那你能做什么呢 能量吸血鬼最讨厌什么 boundaries 对不对 boundaries叫什么 就是你要就是停止 boundaries叫什么啊 boundaries就是墙 就是 你立一个墙壁上来 这样子 就比如说 OK 我 比如说啦 今天这个能量吸血鬼 要 约你出来 你已经讲了你九点睡觉 但是他就是时时要约你出来 然后呢 你如果就是跟着去的话呢 你就觉得 怎么很累 怎么很累 然后你就要去 买这些后果了 对不对 你要去扛这些后果嘛 对不对 要应酬 对要应酬嘛 然后应酬了你更累 因为你根本不开心 他吸了你的能量哦 这种吸血鬼还不用紧 对 他还吸买你的钱哦 对 吸钱鬼都有嘛 对 就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以这个吸你的能量为主 然后让你相信 他慢慢慢慢 拿你要信任了过后 后面再慢慢吸你其他东西 吸你的时间 吸你的钱 对 吸你的能量 对 全部跟你吸到干就对了 对 这比如说很多我们刚才讲嘛 聚会 然后你本来不要出 你就要立一个墙哦 这个boundary就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东西 对 所以你要立一个墙 哦 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睡觉 或者是那种人啊 一直要来就是 他已经对我讲了一些不好的话嘛 对不对 讲到我奇奇怪怪的话 弄到我感觉很像 我心太崩啊 我觉得我被侮辱啊 我不是这样的啊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我啊 然后我就在那边 感觉流泪啊 感觉受伤害啊 之类的 然后过后他就一直来 一直来 但是他很爽哦 看到我这样子 他很开心 看到我又痛苦哦 但是他又一直来 他知道他做什么的 他自己知道他做什么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来 哦 每天打电话来啦 send message 你不要回他 他也是一直send message来 就是他也没有要认错哦 但是他还一直来 那我就开一个墙 不然还是没有抗 这样子 他走了有点 变态心理 他是那种变态心理的 通常这种吸血鬼啊 他们很多变态心理 因为他不想要人家开心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不想要人家开心 他才会做这种事情 这种是一种痛苦 对 其实这种痛苦他们放不下 对 但是不懂他放不下什么东西 然后他不要去面对 他就要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不知道他懂他有这样的痛苦啊 还是他已经在感受这个痛苦 但是他没有这种关子在 他要盖吧 应该 可能要盖 因为他没有修行的话 他肯定没有关子在嘛 他就直接 哦 怎样 我又拿不到这个东西啊 我就弄你啊 这样子 这个就是很心理不平衡 所以他才会做这种吸血鬼嘛 对不对 或者是甚至上啊 有时候可能我们付出给他们 哦 我们煮很多好吃给他 之类的 然后他就没有一次要珍惜啊 然后后来你收回的时候 你set这个boundary 你set这个墙起来 我以后不会再做给你吃 我以后不会再请你吃饭 我以后不会再约你出来 我以后不会再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我 对我自己负责任 我的这个身心灵健康很重要 我不要再给你吸血 然后呢 这个吸血鬼就会开始觉得 诶 为什么 之前你一直给我这样子 怎么现在不要了 你才是坏人 他就 他就变成我 我被他吸血了 我还变成坏人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有些来可能你 你 你已经 把这个墙放起来了 对 他吸不到你了 对 他就跳起别人 对 那个跳脚这样 对 他跳起别人身上就吸他了 对 吸别人的血这样子 对啊 是制造很恐怖 吸人家的能量啊 之类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恐怖 或者是 我跟你讲 有一种吸血鬼很恐怖 他吸不到你的血啊 他会在 别人的面前 破坏你 来吸你的血 因为他自己不能够 呃 直接的 direct去吸你的血嘛 对不对 那他只能够靠你身边的人 影响所有你身边的人 来 去 弄到你 让他可以吸到你的血 你不愉快 所以你的能量就低 然后你就不成功 然后你不成功 如果你再没有振作起来 你就这样倒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啊 成功的人啊 就那几% 100%里面几%成功的人 3% 3% 在上面 Elon Musk那种 超级富豪 或者是那种超级 Google老板 这样子 那种做阿里巴巴的啊 之类的那种 在 顶存的那种 对不对 其实 其实你们身边啊 其实每个人身边都有这个 吸血鬼 对 有些的 磁场呢 就很高 对 然后他就吸干你 对 因为他高嘛 对 然后你没有 不是不是他高 是他觉得他高 他觉得他高 对 他的能量又很高 对 不是正能量哦 对 他是负能量 负能量 能量 对 然后他就 一直要你的能量 因为他要你的能量 来去 charge他的能量 对 他就吸吸吸 要他负能量嘛 有些呢 痛苦呢 他就一直要踩你 对 他踩你呢 他吸了你 他觉得他很厉害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是能量吸血鬼 然后 金钱吸血鬼 时间吸血鬼 诶 三位师父 诶 三位师父有在知道 所以你已经明白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今天 观众们应该都会明白我在讲什么 所以你们身边都有这些吸血鬼 一就是放这个墙 对 Boundaries 第二 就找白无私 Essandra 因为 他有这个 能量 可以去顶掉这些吸血鬼 对 因为真的很煩 这个东西在物私里面 是很中庸你知道吗 物诗里面就讲他拒绝这种吸血鬼 对 然后我什么师傅 就有一个就是打小的 但是我很久没有打小人 或者找服务员 对 如果真的真的没有办法 你们厨房一定有这个 这个酸米对吗 对 吸血鬼就会怕酸米 对 咖喱 对 那个是电视上面 没有你吃了咖喱 你去找他们 他也不敢靠近你 意思是讲我今天 如果这个吸血鬼来找我 以他们师傅的想法来讲 以吸血鬼的角度 今天吸血鬼找我出去吃饭 所以我要吃那个咖喱 然后就 吃咖喱 bread 吃咖喱 bread 然后就这样 然后他以后 再也不敢跟你讲话了 因为很臭 对 乱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能量吸血鬼 很难搞的 很难缠的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巫师里面就有这种 能量吸血鬼就已经有记载 你知道 在那种巫师里面都有记载 这个从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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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牢牢的巫师年代 差不多已经有记载这个能量吸血鬼 而且这个能量吸血鬼 可以成为所有人 你知道吗 其实我跟你讲 你多慈悲都好 对 多善良都好 他觉得不够 你怎样付出都好 你肯定被他吸干了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没有体谅 对 他们就一直吸 像吸尘机 一直吸吸吸 真的 真的 我没有看过很善良的人 又很慈悲的人 然后又做很多善事的 他遇到吸血鬼 他都没有办法 对 真的 因为我们很常会遇到这种 要来这种 谋利益的人 然后过后就过来 就在那边吸吸吸吸吸 所以我们学 然后我们一直原谅他 一直给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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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机会 因为我们是修行人 我们会给人家机会嘛 对不对 但是啊 我发现到啊 这种能量吸吸鬼 不能够给机会 你越给你就越惨了 然后你自己啊 会跌到谷底 然后你要想办法 从那个火 爬起来 你更辛苦 所以 与其这样子 我刚愿放那个墙 对 算了 你不值得我的慈悲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这样子了 你 我已经给你这样多机会了 但是我给你那机会 你反而 用我给你的机会 他会变成一把刀来插回我 他会利用 对 利用我给你的机会 来take advantage of我的好 来插回我 就算你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啦 对 你们知道世界上最有钱 就是那个 Elon的 对 对吗 那种首富这样 就算他这样有钱啦 他遇到一个吸血鬼啦 对 他都不会变全世界第一有钱人 对吗 是不是吸干了 对 所以很多人就讲啊 这种世界名流的那种啊 很大的 功臣的人啊 他们会觉得他们是神经病 所以他会讲 哦 他可能要去月球啊 什么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是神经病 但是呢 我要讲最后一句话咯 就讲什么 激功的话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对 这一句就是在讲这一集 是最重要的 讲 发挥到零零尽致 这个激功的话 就是 人家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们看不穿 对 是不是 对 那你今天这样子 你听了这个 能量吸血鬼啊 这样子你就要开始放墙壁了 因为真的 不用浪费时间 永远 你的结果 就是不会让你开心 你会很惨 然后越跌越惨 你倒不如直接 及时止损 先stop掉这个 伤害 attack先 这样有些人看这个影片呢 他就会问自己 我是不是吸血鬼 没有 我跟你讲 吸血鬼不会想到 他自己是吸血鬼 可能会 他们的特性 他们不会觉得 他们自己是吸血鬼 是吗 对 那吸血鬼不会关自在 对 因为吸血鬼 就是因为不会关自在 他才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他不可能会觉得 他自己是吸血鬼的 真的 这样如果你在这边看这个影片 然后再觉得 我是不是吸血鬼 啊 这样子你就在修行路 这样是不是吸血鬼 你就是有慈悲心这样子 嗯 因为这个就是 因为他没有关自在 没有慈悲心 才做出的东西 对 所以他不可能会觉得 他自己是吸血鬼 OK 那如果你们有问自己 好奇 再怀疑自己 恭喜你 你们不是吸血鬼 你们是修行者 对 会关自在 对 因为真正的吸血鬼 是不会关自在 对 他也不会问自己 会不会是 是不是吸血鬼 对 他永远是觉得是 别人错 不是自己错 对 所以呢 呀 今天我们就讲这个 巫师里面有一个 叫能量吸血鬼 真的吸血鬼有存在 而且是在大家周围 所以大家要小心 因为他会吸干你的血 而且除了你的血 还会吸关你的能量 你的财 你的人缘 你的所有东西 你的时间 你全部 全部东西 他都会吸 就对了 吸到你刚刚 你也要进去咽掉水 这样子 啊 所以呢 大家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能量吸血鬼 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法 还有你是不是有想到谁 快点下面留言 然后勒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follow 我们两个人的 IG 还有我们对眼罗说的官方IG 然后不要忘记 我们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